今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4届会议在日内瓦开幕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为人权理事会贵宾发表视频发言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自去年6月在外部势力煽动下暴力不断升级 香港饱受创伤 部分本地政客多次扬言要瘫痪香港特区政府施政 更有部分祈求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 这些对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 以及颠覆国家政权的风险 任何中央政府都不能视而不见 林郑月娥表示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 拥有限制权利及责任 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定国家安全法律 制定的法律旨在防范制止和惩治任何分裂国家 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 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法律只针对极少数违法的人 而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基本权利和自由将受到保障 林郑月娥表示 立法体现了重要的法律原则 不会影响一国两制和香港的高度自治 她将和特区政府坚定不移地 用好香港的优势 把握国家发展带来的机遇 为香港居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新闻很多我们row 离而入国家的灵力 我学山和美国协议 对权利和墙力